歡迎來到自由亞洲兵家常事節目 近日伊朗對以色列發動襲擊之後 我在新聞媒體上看到一種言論 說伊朗的這次襲擊是不是表演性質的 主要論點有 伊朗在這次襲擊之前 就向美國以及其他國家通報了襲擊 並且這次襲擊最後的結果並沒有太多傷盲 所以有些人認為伊朗這麼做 只不過是在表演 我並不認同這種說法 伊朗這次攻擊以色列沒有取得理想的結果 是因為以色列以及美國防禦得當 並不是伊朗真的不想打以色列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這次俄乌戰爭中 俄羅斯從來沒有在一天之內 能夠向烏克蘭發射300多枚導彈和無人機的 最多也就是發射100多枚導彈和無人機 也就是說 伊朗這次的打擊能力 已經超過了老大哥俄羅斯 難道俄羅斯發射100多枚無人機和導彈 攻擊烏克蘭是真的在打 而伊朗發射300多枚無人機和導彈 就成了表演了嗎 這從邏輯上說不通 更何況 伊朗這次發射了130枚彈道導彈 這彈道導彈可不是鬧著玩的 它的速度極快 末端速度能達到3至5馬赫 非常難以被攔截 在這次事件中 以色列只有7枚導彈沒有攔截成功 全部都是伊朗的彈道導彈 中國號稱面對美國的殺手錦也全都是彈道導彈 比如能夠攜帶核彈頭的東風41和東風31AG 具有反艦功能的東風21和東風26 彈道導彈不僅是中國武器庫中的殺手錦 也是伊朗武器庫中目前最厲害的裝備了 論價格 一枚彈道導彈便宜的也要幾百萬美元 比如俄羅斯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價格達到650萬美元 而射程更遠 性能更好的導彈 價格動輒達到上千萬美元 甚至上億美元 而伊朗發射170架無人機 這每一架無人機 價格不過幾萬美元 170架無人機 加起來成本都比不上一枚彈道導彈 如果伊朗這次真的是表演 那就乾脆發射200架無人機算了 為什麼還要發射這麼多彈道導彈呢 發射這麼多彈道導彈 就是伊朗想要以色列的命 並不是來開玩笑了 伊朗這次襲擊以色列的實質 就是希望自己通過飽和攻擊 依靠極音速的彈道導彈突防 對以色列的軍事基地造成嚴重的損傷 只不過在美國以及以色列的攔截技術之下 成功將伊朗大量彈道導彈攔截 這不僅證明西方武器的優越性 也證明了所謂導彈洗地論的破產 在過去幾十年來 無論是在中國 俄羅斯還是伊朗 都認為自己的導彈性能無敵 打起美國以色列來那是砍瓜切菜 所以在中國大陸誕生了一種導彈洗地論的說法 其基本思想就是中國火箭軍擁有上千門的彈道導彈 如果對台開戰短時間內就可以發射大量彈道導彈 而台灣將毫無還手之力 然而這次以色列的戰力就證明了 導彈洗地論的破產有三點主要原因 第一 受制於發射載台的數量 導彈同一時間騎射的數量有限制 我們以這次伊朗攻擊以色列為例 伊朗在同一時間發射了130枚彈道導彈 這個數字你可能感覺不多 但它其實已經非常龐大了 我們不能拿無人機的數量和彈道導彈的數量相比 為什麼呢 按照中國火箭軍的編制 一個火箭旅裝備36台發射車 72台填裝車 在同一時間只能夠騎射36枚導彈 而伊朗這次發射了130枚導彈 那就是四個火箭旅騎射的威力 你說這難道是在開玩笑嗎 我們再來看中國 美國空軍學院在兩年前出版了一份報告 詳細分析了中國火箭軍的兵力 我當時做過一集節目 主要分析了中國火箭軍的家底 中國火箭軍裝備短程彈道導彈 用來針對台灣的只有五個 其中四個旅隸屬於位於安徽黃山的第61基地 而第63基地位於湖南 在廣東燒關部署一個裝備 東風16的短程彈道導彈旅 總計中國有五個短程彈道導彈 和兩個巡航導彈旅 可以用來打擊台灣 當然了 中國還有大量的中程彈道導彈 反艦彈道導彈和遠程彈道導彈 不過這些武器裝備 主要是用來針對美國和日本 不會單獨用於台灣 如果我們只來看短程彈道導彈 按每個旅每次騎射36枚導彈為例 那中國在同一時間內 最多能夠騎射180枚短程彈道導彈 所以我們從數字上來看 雖然中國有上千枚各種彈道導彈 但其中用於攻擊台灣的 主要是短程彈道導彈 他們數量有限 又因為發射載台數量的限制 在同一時間內總共能騎射180枚彈道導彈 導彈洗地論破產的第二原因 就是現代西方武器裝備 有著很高的攔截成功率 以這次以色列防禦伊朗為例 伊朗騎射了130枚彈道導彈 根據美國媒體的報導 其中有接近一半導彈失效 或是墜落在伊朗境內 或是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我們就按照有70枚導彈打到以色列境內為例 其中有7枚導彈沒有被攔截 實際的攔截成功率達到90% 值得注意的是 以色列使用的防空系統都是本國研發的 用於攔截彈道導彈 主要是自己的箭2和箭3系統 鐵穹系統主要用於攔截成本更低的 無人機和巡航導彈 以色列的武器裝備技術來自於美國 而美國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反導武器裝備 以愛國者導彈為例 在部署到烏克蘭之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在去年5月份 俄羅斯曾經在同一時間發射6枚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外架幾十架無人機和巡航導彈 試圖飽和進攻擊輔 但是這6枚匕首高超音速導彈 都被烏克蘭的愛國者系統攔截了 而台灣裝備的正是美國的愛國者 有愛國者2和愛國者3 除此之外還有自己研發的天弓防空系統 就算台灣沒有辦法做到以色列90%以上的攔截成功率 攔截其中的80%恐怕也不是什麼問題 導彈洗滴論破產的第三個原因 就是彈道導彈如果不攜帶核彈頭 其威力有限 以這次伊朗襲擊以色列為例 總共有7枚彈道導彈沒有被以色列攔截 但是給以色列帶來了任何損失嗎 並沒有 伊朗的目標主要是位於以色列內蓋夫沙漠的空軍基地 不過從事後的衛星圖像顯示 這些彈道導彈只是在空軍基地周圍炸出了坑 或者是對某些建築物造成輕微損毀 以色列不僅沒有人員傷亡 甚至戰鬥機都可以照常起飛 彈道導彈誕生之初是為了攜帶核彈頭 不過在現在戰爭中 如果不使用核彈頭 常規彈頭的重量一般不超過一噸 再加上精準度的原因 攜帶常規彈頭的彈道導彈 恐怕無法帶來太多的損失 我們舉二戰時期的例子 當時盟軍對德國城市德雷斯頓進行大轟炸 前後四次襲擊 總共投掣了超過3900噸的炸彈 而在二戰的硫磺島戰役期間 僅僅三天時間 美軍就打掉了24000噸的炸彈和炮彈 所以你可以看到區區幾十枚彈道導彈 總的炸藥當量不過是幾十噸左右 說白了 沒有核彈頭 彈道導彈就是一枚飛得更遠 更精準的炮彈而已 彈道導彈如果精確度足夠 確實可以用它定點清除一些重要的指揮中心 防空雷達 防空導彈陣地等等 比如這次以色列空襲 伊朗就是如此 使用三枚彈道導彈精確命中了伊朗的防空雷達和防空陣地 但指望使用這些彈道導彈像二戰一樣洗地 恐怕是不切實際的想像罷了 以色列這次成功防禦伊朗的飽和打擊 必將成為現代戰爭的經典案例 三百多枚導彈和無人機 無法給以色列軍事基地帶來實質性損傷 並不是伊朗不想這麼做 而是導彈洗地在現代化的防空體系面前 並沒有一些人宣傳的那麼強的效果 你看藍芯最強大的美國軍隊 就從來不談論導彈洗地論 我是指定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